HK的匀角 话说之前有位观众留言 叫我做一个关于紫椰菜变颜色的实验 就是一個紫椰菜打成泥酱 那些泥酱摘到酸鹼度的液体的时候 它会变成不同的颜色 如果碰到酸性的檸檬就會變成紅色 碰到水會變成藍色 碰到鹼性的漂白水就會變成黃色 碰到這個蘇打粉水會變成綠色 它什麼顏色都會變齊 但是我看到坊間很多人都做了這個實驗 那時候就想到以前有一樣東西叫做隱形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不是,對不起,隱形墨水 是那種第一次聽過就是用檸檬汁 點在紙上寫一些東西 乾了的時候就看不到 將它放一些蠟燭或者打火機的火在下面 燙一燙,噢,那些筆跡就會顯露出來 那就很有趣 但是聽過一些過關就是一天不想燒掉這張紙液 那時候就想,如果我出街想和別人玩這些隱形字 那我打火機那有危險會點綴一些火 那或者,難道要帶個檸檬槌 隨時拿檸檬汁出來寫 嗯,那我就想,不如紫椰菜來試一下吧 用不同的酸鹼來寫完之後乾了之後 用紫椰菜可不可以顯出一些字出來呢 發現都顯露到的,但是同時間紫椰菜因為紫色 將紙沒有寫的地方就全部紫色 那我發覺都挺噁心的 那後來我想,其實紫椰菜用到不同的酸鹼 做到哪個顏色是因為它有花青素 那有花青素的東西有些什麼呢? 找一下找一下,藍莓又太深色了 看看,樂神花,正! 剛好家裏有樂神花,就試一下樂神花做一下吧 樂神花就取代這個紫椰菜的位置了 我試了很多不同的素材,我發現 咦?最後被我找到一樣東西叫做梳打粉水 用梳打粉加水混合,然後就寫字 這些是一些marker的筆來的 那些marker的筆拆完之後,然後洗乾淨的筆頭 那大家看到的,我一枝就用來幫助蘇打粉水 另一枝就用來幫助蘇打粉水 另一枝就用來幫助樂神花茶 其他的東西來計,它是寫完之後一來看不到字 真的可以做到隱形字,二來它的字已經是最明顯的 所以我最後就決定做這個,用蘇打粉來寫字 樂神花茶就顯出字出來 那就是一個套裝來的,最後都被我成功做到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有沒有興趣自己做 有沒有興趣都可以在那裡投票告訴我 好,今天的影片又來到這裡,再見 今次這條影片就會將兩枝用的筆 裡面還有很多襪子 會送出去的東西 另外我也會做到兩套給大家 一共是有三套 只要在留言告訴我 你想用這兩枝筆寫什麼字 還有送給什麼人 那就有機會抽到掌握 我會親自郵寄,好像我之前送到Pokemon的鎖匙扣一樣 大家記得留言吧 拜拜 phase 4 3 5 4 ちょっと